小英总统 抱歉 先道歉 有几件事情 你如果不在 你的任内完成 我话不能说的 不能说的太重 我只能说 从历史的场合来看 很可能因为你没有做这几件事 就抵消了你的前面的成就 各位小鑫长 全球华人 大家晚安 中国是宣判幽默死刑吗 眼中容不下一地杀死 耳里容不下一句幽默 这是中国的脱口秀的演员 他因为使用了一句军队口号的梗 引发了愤怒的回应 我们知道在这个审查严格的国家里头 对言论自由的担心 竟然可以上升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这可能对中国带来 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冲击跟影响呢 因为在上个礼拜三 中国有关部门对于他们国内 最受欢迎的脱口秀的节目呢 叫做上海效果文化 他不过是一个营运商 这家传播公司呢 处以200万美元的罚款 而且无限期暂停这家公司 在北京的所有的演出活动 先前呢 这家公司因为有一名脱口秀的演员呢 这个年轻人 他一次的表演激怒了中国的解放军 5月23号呢 在北京这个现场里头 演员叫做李浩石 他描述他收养的两条流浪狗 追着一只松鼠 像炮弹一样发射出去 你平时看到一些狗 你会觉得很萌 他接着就说 我看到这两条狗呢 内心只闪烁出八个字 叫做作风优良能打胜仗 作风优良能打胜仗 这个八个字呢 这个口号在军事宣传中很常见 但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呢 就10年前提出 当时他正着手展开了一场强军行动 目的当然要将解放军呢 打造成世界一流的军队 不过根据这个年轻人李浩石 片段当中引发了一阵笑声 但是但是后来也有引发一些批评啊 今天为你邀请到时事评论家范琼老师 为我们解析啊 来老师怎么去看啊 中国宣判幽默死刑吗 我看这个年轻人是非常有才华 这个小军好 小军台湾Plus全球观众好 我是范琼 小军这个问题啊 我想一般人看了 尤其是台湾一般人看了 可能脑子里就把它想成说是怎么样 看到当年的周子瑜事件 或者说看到这个最近什么魔兽 访问跟赖清德这个拍影片的这个引起的事件 好像是说是一个对于影异界的一个行动 但是我这里我今天我非常想很深入的替大家分析这件事情 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单一事件 有在追看的话 脱口秀是已经是变成年轻人尤其是00后 就是说2000年之后出生的年轻人的一个生活方式了 尤其是都市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那么中国现在有两场最大的年度的活动 一个叫做吐槽大会 一个叫做脱口秀大会 那这里提醒一下各位啊 吐槽这两个字跟秀这个字 都是从台湾传过去的 以前在中国是没有的 所以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台湾的青年文化 依然在影响着中国的青年文化 那么这个脱口秀这个产业呢 在中国现在有大概有150家经济公司 那么营业额呢还不算太高 一年可能只有一百多亿人民币 这个在中国这个算是 这个小的不能再小的 但是它的听众的基础 可能已经到了一亿人两亿人 尤其是年轻世代 所以脱口秀在中国是一个新兴的文化现象 它跟一般的唱歌又不一样 因为唱歌你有抒情 对不对 你有欢乐 但脱口秀呢 其实它的本质上只有一个本质 中外戒然 美国也一样 就叫做什么挖苦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去看中国的吐槽大会 还有脱口秀大会 年度的那个表演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他们 比如说他每个礼拜或者每个星期 做现场表演 同时转播直播 然后上YouTube 他们常常请名人的 真正的名人的 就是这个大家觉得平常很严肃的人 他就当场抓来就挖苦 他不但自嘲 他也挖苦 所以挖苦讽刺 本来就是脱口秀的本质 各位 这个中国人的这种自我解嘲 挖苦对方 然后对方怎么讲 敢怒不敢言 或者说气的怎么讲 就是吃闷亏 这个文化呢 坦白讲 这个是人类文明的幽默 这个是人类文明的一个进程 你知道 那么大概20年前 就是当台湾那个康熙来了 最火的时候 中国有一个最有名的这个演员 叫做王刚 就是在电视剧里面演那个 坏成和声的那一位 他是一个中国最有名的演员 结果他跑来台湾 误入歧途 被人家半哄半骗了 上了康熙来了 被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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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的这个问的这个 他回去之后 在中国公开的媒体上 大骂台湾的媒体 你知道 什么大骂台湾的这个综艺节目 就是因为问了他很多 很糗的问题嘛 那么 所以各位就知道 即使在这个 二十几年前 中国的整个文化呢 还是灰色的黑 灰暗的 那么现在有了年轻一代的脱口秀 懂得自嘲 懂得挖苦别人 那么这个是代表中国社会的一个文明 那么结果这一次呢 这个House 就是这个李浩石 他因为您刚才讲的 他的两只流浪狗 去追了一只 咬了一只 去追一只松鼠 他说哎呦 什么 什么作风优良 什么能力 什么什么 这个恰巧是 习近平 2013年的时候 要求解放军的八个字 那么这里 同时呢 那个习近平2013年 讲了这八个字之后 对解放军 然后就拍了几部电影 大家还记得吗 战狼 就是吴京眼的战狼 那么在战狼里面 就把解放军 描绘成这个战狼的这个形象 那么现在呢 这个House被逮了之后 被罚了钱 同时看来这个效果文化 搞不好整个会被干掉 那么这个 我个人是预计 整个中国的脱口秀的产业 就会就此中断 就好像前一阵子 补教行业 补习教育行业 整个被 整个被 整个被干掉 讲到这里为止 各位 这个还好 我还是只把它当作一个 单一事件来讲 那小军 我这里我想把它跟 30年前的一件事 来做对比 来凸显这件事情的意义 可以吗 当然可以 我很好奇 30年前 30年前 现在很多观众 可能都还没出生 都还没出生 在2004年之前 中国很少有 这个自己独创的娱乐形式 有的话也是来自 港台的这个影响 2004年湖南卫视 大约20年前 对 20年前嘛 就是2004年 出了一档节目 各位要上网去看 叫做超级女生 这场活动 不得了 我跟各位描述一下 这个情况 各位请忍受一下 我要描述它的 它是全一年的比赛 只有数人可以报名参加 你是成名的歌星 你不准参加比赛 然后它从小乡小镇开始比赛起 你要在小乡小镇 你胜出了 区赛 然后你进入这个大区赛 然后进入城市赛 然后进入省级赛 然后进入区域赛 比如华南 华东 华北赛 然后进入全国赛 所以一个人要过五关闪六将 然后但是呢 用的传统中国用的都是评审制 现场有评审 对不对 它这次用了什么 那时候手机刚刚起来 还没有互联网 用手机的短信息投票 每一场投票 每一场投票 结果这场比赛从头到尾 有将近一年之内 有两亿个人投票 两亿个投票次数了 那么这个很妙的一件事 就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民意反应的过程 你知道 因为大家不要想到说 现在互联网可以 互联网很方便可以灌票 那时候不行 因为没有互联网 大家投票 就都是要真金白银的用 手机短信很贵的 一个好像几毛钱人民币 真的是花钱去投票 所以呢 固然在那个超级女生的 那一年当中 有什么 有贿赂 贿选 对不对 有着灌票 但是经过了一个什么 这种大规模的民主程序 这些瑕疵都被刷掉了 就在大数原则下 民主机制下 最后超级女生选出来的十个素人歌手 真的是不得了 真的是不得了 这个就是一个民选的过程 所以当时2004年 我看的是目瞪口呆 记得好像有一个叫李宇春是不是 对 对 第二年就被禁了 被禁止了 因为这个是一个民主投票 散映民意的过程 所以湖南卫视不得已就把它改成了什么 欢乐女生 就改为评审制 评审制就是可以上级指定评审 然后上级就可以选 所以在2004年的那个时候 曾经有一度 就是中国的年轻人 跟这个众议界 影异界 他起了一场形式这种机制的这种革命 是当年是被硬生生的给砍掉了 当年我人在那边 我还认为说 哎呀 这个是中国民主的一个开端 谁说民主一定要从政治开始 民主为什么不能够从生活 众议欢乐开始呢 对不对 超级女生 这时候女生 然后另外一个 比如说到了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 我以前常举这个例子 就是奥运会上唱歌的那个小女生 歌声很甜美 但是可惜有一颗爆牙 结果就在晚上七点钟开幕 下午四点钟 常委中间的一个 据说是李鹏了 常委中间的一个 把他的说换人 说要换他自己的亲戚的小孩子进去 所以就用假声 用那个原来女孩子的声音 然后用那个 用一个比较甜美的那个 这个就是中国的 就是虚伪嘛 就是你知道 比起超级女生的那一种民主程序 你就不可同日而语嘛 好 现在 对不起 小军 我们绕了一圈 我们回过头来 谈这次效果文化 这个House被禁的这个问题 因为脱口秀 它的本质就是挖苦 就是讽刺 然后这一次又刚好用到的这八个字 我不敢讲说这个 因为李浩时 House很年轻嘛 二十几岁 我不敢他说 说他有什么强烈的政治意识 他故意 我想不是 但是呢 因为你平常洗脑 已经洗得太深入人心了嘛 所以人家顺口就说出来了 然后又跟野狗连在一起 那么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呢 你要知道 各位在这个 李浩时这个事件发生的 几乎前后两天 习选 就习近平选籍上市 这个时候 习选是由蔡奇 就是现在的常委之一 他推动了 他说习选要什么呢 他说 他一定要弄到习选 要入脑 入心 入魂 这个就是 现在在这个习近平的这个 独裁独夫的这个情况下 这个基本教育派 已经全部抬头了 稍微有一点务实概念的 比如说李强 新任的总理 前一阵子想要恢复 李克强的地摊经济 来挽救中国的就业 挽救中国的经济 当场被习近平 训斥 所以那就说 这务实派 现在是完全没了 意识形态派 完全的抬头 在这个情况下 脱口秀的 这个事件 我个人是把它 解读成为什么呢 解读成为文革2.0的 一个很标志性的 抬头事件 为什么呢 文革1.0的时候 就是因为 不是因为而是设计的 就是通过对 义文界的批评 这个通过对知识界 通过对通过一篇文章 批判一篇文章 海瑞罢官 整个这个兴起文字域 然后文革1.0起来 那么我刚才提的这个2004的超级女生 在我看来是代表中国人民 中国社会经过了文革这个十年浩劫 到了2004年 到了2004年 开始怎么讲 有一点说伤口疗好了 你知道心理的创伤 已经可以比较的这个平息了 所以就起来一个新的用欢乐的形式 用比较民主的形式 形成了一种全社会运动 那脱口秀现在有这个味道 就是说它是这个新的一代 它的一种新的抒发的形式 那对共产党来讲 这是绝对不能够忍受的 小军我们能不能够回顾一下 过去这20年来 就是从2004超级女生 到现在的某些的发展 就是说中共它的本质 这里我就必须要一再的强调 我们不能够现在只批评习近平 你知道习近平只是一个 怎么讲只是一个典型中的典型 事实上整个中共它的本质 它就是一党专政 所以呢 你说它禁止当年的超级女生开始 那时候是胡锦涛当政 那照样进 那么接下来你看 就是一开始 这个整的是谁呢 从江泽民胡锦涛这个年代 他们整的是谁 他们整的是50后 60后就是50年代60年代的人 比如说像刘小波这种人 然后后来开始什么呢 胡锦涛的时代 开始整70后 比如说维权律师 像709 709维权律师案 就是全国的 全国的这个几千名维权律师 被逮 整70后 后来又开始整80后 像什么呢 像这个互联网 马云 腾讯 这个补教行业 或者有一些就是80后的这个 还有艺人 艺人 80后的艺人开始整 那后来整90后 你现在发现这个李浩石的这个脱口秀事件 我认为是中共开始整00后 就是2000年以后出生的 的一个代表性的动作 他已经整到00后了 所以几个脱口秀演员 李浩石 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叫池子 就是池塘的池 还有一个叫卡牧 卡牧其实现在 现在你去看中国的网上面 大家都在说他非常危险 为什么呢 他是中国脱口秀 第一人 而且呢 他是维吾尔人 他是新疆人 他是维吾尔人 他是维吾尔族 那他的粉丝可能有几千万人 老师你不觉得很令人感慨 地大物博的中国 小智领导人一直到小粉红 那对于这种时事的嘲讽 这种talk show 尤其是对于当下年轻人 二十来岁 以我们的眼光来看 看到是他的才华 看到是他的风趣 可是在中共的眼中 面对这个习大大 这个傻政府 这个习大傻 你眼中容不下一粒傻子 你耳中听不尽一句幽默 把他横生生这样判死刑 二十来岁耶 这个创意 是应该被肯定被鼓舞的 在独裁政权下 这新兴之火就可以燎原了 是 那么其实你看白纸运动 那个第一个拿白纸的那个女孩子 那个女学生拿一张白纸 站在那边六个小时 这个其实就是行为艺术 非常有创意 那么 那么 所以 可以 我们可以这样讲 独裁政权 他大概最怕两件事吧 一个他怕 武装革命 另外一个他怕幽默 因为独裁本身真的是 尤其在中国这个 你看我刚才讲 叫做作风优良可打胜仗 八个字罚两百万美元 等于一个字罚二十五万美金 那个 一个字罚二十五万美金 而且他个人的财产 也被没收了一步 然后那一场秀的 就是那一场现场秀的 全部的这个票房收入 全部没收 然后呢 今天的消息 那一场秀的 有两百多个现场听众 多半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学生 是一定的 一个一个被约谈 这个多大的动员约谈 全体被约谈 所以这里面的 封了 这个国家真是封了 封了 真的是封了 那么 所以呢 各位可以想象就是说 中国你看他从整这个 六零后到整七零后 整八零后 九零后 现在整到零零后 被他整光了 那么 他这样子 整肃的后果 不然就是 全民变成呆子 变成笨蛋 全民躺平 全民不生产 全民没有 全民没有任何创造力 对不对 没有任何工作的动机 不然就是这样的结果 不然就是什么 不然就是全民 每一个不同的年龄的世代 用他的自己选择的方式 来抗争 所以 你一直在观察 中国内部到底出现什么状况 方老师曾经提出几个指标 当他的连他的公安 他的公务人员都发不出薪水 哇这是非常重要指标 这是一个他的一个政权的解体 因为从地方的财政开始崩盘 地方财政的确是我看他几乎 你如果还不出利息 必须再去借另外一个资金再进去 甚至是挖东墙去补西墙 这样的一个恶线循环状况底下 这个能不垮吗 非垮不垮 上个礼拜好像是 好像是不知道哪一省 河南还是哪一省 哪一个城市 就是发生的教师 教师集体就是 就是抗疫嘛 游行嘛 就是四年没有发薪水了 四年 对 他们说如果不是四年没有发薪水 我们也不会 我们也不会站住 也太会忍了吧 你看中国人多么的 怎么这么包容啊 对啊 那么 你看那个河南银行 那个说这个 存户提不出款来 那这个如果不是因为金融系统 它有这个流动性的连带效应 说怕冲击到整个中国的金融系统 政府才不管呢 那所以那小军从我们这个第一次你采访我我们谈的就是我所定义的那个后中共的中国嘛 那在那个定义下 那就是地方政府这个财政赤字中央也没有中央也没有前来这个这个领补它的时候连续两年八个季度 中国就算中共就算中共就算失去了这个控制力了那么这个路程现在已经走了20%了也就是已经两个一季度了 所以我们大家拭目以待嘛 那么现在所以其实我现在我个人这个比较忧心的两方面了 一方面就是说台湾自己的这个民防意识新防意识的不足 你是认为他的财政陷入的危机社会的动荡包括政权可能有垮台的危机是台湾另外一个要注意的 对啊因为因为台湾人因为七十年没有战乱都生活在这个桃花院里面 这个王子公主的这个所以呢所以呢而且所以坦白讲思想就比较单纯了 想到想到中共的威胁总是讲说会不会打仗会不会打过来就这样到此为止 那其实还分好多层次嘛比如说战争不一定发生在台海了发生在南海了 或者东海了或者说他对台湾做某些经济的封锁了 还有包括后中共的中国之后中国自己内部持续失序所导致的各种泥石流土石流 那这里正好这几天的新闻所以我想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什么叫做三七事件 最近这几天在立法院又出来的对不对 三七事件 出现了一批越南难民他是越移华人也就是因为1970年代的越战 还有后来的这个中越战争导致越南很多华人逃到中国的沿海 但是呢他们又受不了这个共产党的统治 他们就什么呢 心向台湾 所以那个时候不断的有沿海的有二十几万哦 那时候在中国沿海二十几万越移华人 中间很多就华的小船 是 到台湾来哦那但是当时没法律其实现在也没有法律哦 你不知道他是来是是共军冒充来是进攻还是 所以还在寻求政治庇护 还在寻求政治庇护所以多半的SOP都是把他挡在海上嘛 但是不幸被他上岸了有些没有知道就那一次就有一艘船就上岸了 上面二十个人包括小孩子全部被当作共军就射杀了 那这个案子但因为大家都不愿意提所以沉寂了那么久嘛 但是最近又在立法院对不对 是被提起来三级事件又被提起来 比如好像我们的林长祖林长祖委员也有在在追这个案子啊 那也就是说台湾到现在到今天没有难民法 好那香港反送中的时候多少香港人 好 明明是他也愿意来台湾 他也愿意在台湾投资 他的香港的金融人才 他也是心向台湾 心向台湾 而被因为我们的没有难民法也没有移民法里面也没有这种条款 导致他进不来 那么或者很多人进来了又被赶出去 还有台湾的这个 这个这个叫什么 各位知不知道台湾 大家说香港送中送中法是一条恶法对不对 嗯哼 反送中走上街头不是 大家知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台湾也有送中法 你不知道吧 那就请各位回顾一下最近的案例 就是中共的认知作战 中共的统战 长臂管辖 长臂管辖到了台湾了 就是台湾的出版人复查 他是来自中国台湾女婿 他已经拿到了中华民国的身份证了 台湾的身份证拿到了 但是台湾有台湾的这个 移民法跟入籍法里面有一条送中条款 就是说你必须亲自回中国 去放弃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 拿到那个中国公安部给你那张纸 你回台湾你再回台湾 台湾才正式承认你的中华民国国籍 你真的有这种愚蠢的法令吗 对 当时香港送中法的时候 好多人就因为他香港就是类似的事情 要他回香港去干嘛干嘛 说你去拿一个证明 他已经在香港已经是这个 逃难到台湾寻求庇护了 他已经是这个行动派 已经在街上跟香港警察干过了 冲突了 他逃到台湾来的 所以而台湾我敢说现在百分之就可能高达百分之九十的民众 还不明白这一点 台湾现在所面临的如果说在一个后中共的中国 你会面临到什么样的情况 这个法令为什么会存在 因为我有许多香港朋友的确来到台湾 其实在蔡英文2020总统大学的时候 我很多香港朋友来台湾声援 声援他 而且年轻学子跟台湾的年轻学子站在一起 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可是当 反送中这个国安条款要寄出的时候 香港不过七百五十万人口吧 有足足五百万人口站在街头 所以呢 可是他来到台湾他没有办法住啊 小军很坦白讲 我必须逼迫他离境 这是为什么 我必须要讲这句话了 台湾人很自私了 很多人是说 香港人万一被匪谍混进来怎么办 被渗透了 因为台湾确实被渗透的这么厉害 首先你台湾 我们台湾自己被渗透的这么厉害 代表我们台湾人还是很无知的了 很多地方你会被那么愚蠢的逻辑 那么愚蠢的说法渗透 自己检讨检讨了 然后呢 你也不能对外面的人 难道你要采取这个宁可错杀一万 不可漏掉一个吗 难道你要采取这样的办法吗 对不对 那么台湾我们 就是我在您的节目也老讲 台湾本来就是一个移民社会 我们是一个海洋社会 台湾人只是来的 先来的后把的对不对 台湾是一个移民加被殖民加难民的社会 对不对 1949年来的就是就是一两百万难民嘛 那大家怎么就这样子忘记了自己的移民背景 你的祖先的移民 忘记了你的难民背景呢 那加上这么多台湾人因为不相信当时的国民政府 或者因为其他不管任何原因 对不对 移民到美国移民到全世界 全世界有多少台湾以外有多少台湾人移民到外面 两百万 那人家可以接受你 你为什么不可以接受人家 那么这些都是可以由SOP 由立法 由规则 由机制 是 来 来这个 防堵 防堵的事情 而不去用这个心 那么眼看着台湾 这个现在不管中共将来是武力逼台 还是非武力逼台 还是他自己先垮掉 而导致泥石流土石流 所导致那个台湾都要有这种心胸跟这种公民意识 跟这种 就是说就是你要有这个要有这种准备嘛 那么所以呢 我觉得台湾人的这个怎么讲 你对于这个台湾对于这个转型正义啊 对于公平正义啊 这些理念啊 实在应该要扩大一点的 就是说脱离台湾本岛 我们也要为 台湾不是现在需要国际的支持 要参与世界吗 那么台湾也应该对世界的其他的地方 这类的事情付出一点关怀了 我看了我看了我是觉得这个 哎呀不知道真的是一言难尽 一言难尽 一言难尽 我听法老师讲 其实我有非常深的感触啊 就是说有人提到就是说 现在民进党政府那面对在这场大选里头 国民党甚至包括了民众党 如果他们有非常强烈的主导议题的攻势 看到你的政策不积极作为 我强力去攻击 甚至包括了疑似的弊病 在野党当然天经地义 我一定是攻必必嘛 取得我实际的政权 一定是这样子 那重点是说执政党 以赖清德来讲 你已经确定成为民进党2024总统候选 这未来的政权可不可以八年的本土政党继续在延续 他喊出一个口号是菜归赖随 可是在执政的包袱的状况底下 如果你刚刚所提的难民法 类似这样的该有积极作为 民进党没有积极作为 该有的立法的一个权利 你现在哦 你现在是多数党哦 我相信在2024之后 民进党要取得过半的席次 不太容易 所以在这时候许多重要的法案 你当然要这个多数席次 认为该做的事情 你要去做啊 甚至某一种程度 我觉得赖金德团队里头 你们应该要造反 我所谓造反里头 你应该有蔡英文政策的2.0 而不是说我现在执政我不能批评 那你这种选战你怎么打呢 小军我跟你站在同一阵线 我们今天竟然谈到这里 话要讲就讲透嘛 那好 是 我觉得不但赖副总统 他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要有这样的政策准备 那小英总统在剩下的任期当中 因为赖副总统他现在他究竟不在其位嘛 是 那小英总统 然后再加上现在立法院的多数的情况下 我能不能这样讲 对不起了 小英总统 抱歉 先道歉 先道歉 有几件事情 你如果不在 你的任内完成 我 话不能说的 不能说的太重 我只能说 从历史的长河来看 很可能因为你没有做这几件事 就抵消了你的前面的成就 就是 那是很严重 就是为台湾保全的成就 OK 所以是哪些事 哪些事 我现在是随口讲 但是也是在脑子里很久 第一个 反渗透法 我们反病吞法 好像是有通过一个版本的反病吞法 反病吞法 但是那个是强度是不够的 必须反渗透法 这里面因为有些事情已经太清楚了 太清楚的事情 你就不要 不要再模拟两个 要歧视鲜明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有一个本来我是 就是我最近写了好几篇文章 呼吁 各党的这个参选人 包括总统 包括立委 那么 但是我觉得 如果从民进党的角度来看 从你民进党自己的生存能力 竞争能力来看 长远的 是 这个包袱呢 我觉得 留给赖清德 就是说 即使赖清德 即使赖清德 2024胜选 OK 但是由于您刚才讲的 立法院要过半不容易 是 那么 把这个事情留给赖清德 有一点 你或者讲不公平 或者讲 会变成事倍公办 你现在来做是事半功倍 但是呢 你就是要决断 要压出你自己 可是我觉得 你如果现在做 你所创造的社会攻击 这个历史地位 会比你在国际上 就是为了保台 所创造历史攻击更大 那个叫做什么呢 就是 第一个 就是我前面讲的 反渗透法 或者叫做 反侵略法 甚至于是两套法 是 因为这个已经是到了 最低标准 反侵略法 反渗透法 我们定的还不够具体 不够具体 那否则台湾现在怎么会被 渗透到这个地步呢 也就是说台湾的反渗透 反侵略的法规跟执行 比如说 比起美国 那是大概弱了十倍啊 是 比起美国是弱了十倍啊 那么 所以呢 这里呢 你就要看到美国在 这个参众两院的听证会里头 他们面对抖音的执行长 对 那个执行的 那个到位的内容 你会觉得说 对 那我们的国会议员呢 能像美国参众议员 他们这样子做吗 对 可以吗 对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 我就点到为止了 因为我已经 写了两篇文章里面 细节写得非常的细 有兴趣的人可以去参考 就是 排黑法 就是仿效日本的做法 是 排黑法 日本的排黑法 从1970年代开始 或者是 不对 90 对不起 90年代 他是花了20年的时间 把日本的黑道跟政治 之间的这个联系 还有黑道对社会的威胁 已经降低了70% 这个是完全的 已经是确认的这个事实了 那么这个排黑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你觉得两党现在做的不够吗 我知道国民党对于 因为无罪推论 所以当你一审宣判 有罪的时候 不得去参选 而最近赖清德出任民进党党主席之后 对于所谓的排黑条款的参选 也有比较具体一个做法 你曾经参与 我记得八项 有曾经比如说犯罪组织等等的枪炮弹药等等 有这些谐歌被判刑 是不得参选 所以你认为这些是不够的 这个小军 这个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有黑道黑金 黑正黑张 对不对 不稀奇 台湾有 不稀奇 不稀奇 但是呢 当这四个合体成为一个生态圈的时候 就危险了 合体 那台湾的这个生态圈 我只能讲 那比很多其他的国家要严重多了 那么 这里呢 我讲到这里 我不得不 否则各位观众会有跟您刚才同样的疑问 说 什么国民党部也在 说什么 民进党赖总统也在 赖副总统也在 这个说 好像说台湾有在做 那我就只能 不得不把日本的做法 我比较详细的讲一下 大家就知道 不同在哪里 这个日本的做法 我特地是跟这个石板明副先生 就是产经新闻的自局 台湾的自局 我特地跟他请教过 但是如果我以下的表述有错的话 责任全部在我不在他 那就表示我的理解不到位 错了 好 那我就把我的理解讲出来 几条 第一 成立一个独立的台黑机构 就好像NCC一样 然后独立生 由社会贤达组成 超过超越政府 超越党派 超越司法 就是然后呢 凡是有过犯罪记录的人 当然是要上去 还有凡是出去说 我是某某帮的某某堂的什么人 就是凡是说过这个话的人 被踩在了 姓名就进去 你自己都表态了嘛 进去 那这样子会有很多愿望的人 对不对 进去之后 凡是在名单上的人 银行不得开账号 银行不得跟他往来 贷款买房子都不行 公司行不得跟他来往 但是这样子有点会错杀人嘛 所以另外有设一条 你只要申诉 你说你搞错了 我没有 OK 不用 不用什么 审判或裁决 只要你个人表态 说我没有 就拿掉 公平吧 合理吧 但是呢 你要再犯一次 再出一次法 或者再在后面 再一个 那就再把你列进去 这样子也就是说断金流 断金流 那么因为 这个我个人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 所以为什么在日本 各位记不记得 那个几年前 那个日本那个哪一个 那个哪一个 那个有个县的县 还是哪个的知识 被人家发现 贪污了 30万台币 是 收贿30万台币 是马上不但离职 不但立刻被 好像还 好像还自杀了 就是到了 你看 然后香港 现在的香港不谈了 但是当年的香港 60年的香港 黑道横行 政治啊什么 但是廉政公署 就是所以就 然后新加坡 新加坡的公务员 我告诉各位 我因为我在新加坡五年 我好多朋友在做公务员嘛 那个新加坡的公务员 就是 对于这一方面的 对于这一方面的 这个警惕心 真的是到了 就是台湾 台湾的民主法治 自由没有问题了 台湾已经自由 是很自由了 但是台湾的民主法治 现在已经走到了 一个玻璃天花板 这个玻璃天花板 如果不突破 台湾没有办法 迈向更文明的国家 而这个玻璃天花板 其中的一块 在我看来 就是我刚才讲的 黑道 黑经 黑症 这个黑商 这个四合一 中间有一种 自我化解 自我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然后每一年 只要有 每隔一阵子 只要有一两个 比较倒霉的 就是实在盖不住的 被拿出来 打打屁股之外 其他的照常进行 那这个呢 我是从一个文明的角度 我真的是呼吁说 这个 你 执政党 一定要做这个 明天如果国民党执政 国民党也 也应该要做这个 那 今天是民进党执政 那么我们从 政党都要执政嘛 从竞争的角度来讲 那么 与其把这个东西 就是反射头法 还有这个排黑法 与其把这个东西 留给 这个 参选人 就是 赖先生 是 应该是现任的 用现在 有的力量 来把它 做到什么呢 做到 不可逆转的地步 就没有说 要你完成 没有 因为这两件工作 因为你 你太雷厉风行 你去完成 就会造成很多问题嘛 甚至于带来很多 不公平的case 没有 就是说 你的日出条款 某些事情的 日落条款 要 立法要过 要通过 某些事情的 日出条款 最迟什么时候 要过 要立法 要过 那 这一点 我觉得 现任总统来做 比那个 未来的总统 来做 要容易的多 那 如果不幸 现任总统 没有做到 那未来的总统 你也必须做 因为 这个就是 就是 我们台湾 现在的处境 就是说 你说的什么 老公的威胁 无力的威胁 外部环境的力量 我们 没有办法 操之在我 对不对 但是 连自己内部 百分之百 你家门口 少不干净 公共街道 少不干净 你可以去 赖别人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你家自己 内部都少不干净 内部都 垃圾那么多 垃圾那么多 你赖谁呢 不管你是什么 当什么颜色 是 所以我觉得 应该是这样的 我觉得 在2000年 台湾完成 政党轮替时 陈水扁 曾经在一个 造势场合 有特别提到 他特别提到 台中的延青标 台大提到 嘉义的销灯标 提到这双标 那当然 都告诉大家 在台湾这种 黑道派系 所面临的困境 那好不容易 其实2000年 政党轮替中 2016年 是民进党 再次政党轮替 你要说黑道横行 那重点是 你做的什么 我真的非常开心 谢谢范老师 今天特别提到 尤其是 如果没有办法 一步到位 我觉得 你要一点一滴 让选民知道 你有这个企图 先去做 当你不去做 就是零 这个就是零 而你为什么 包括 我觉得可以要求 这三党的 总统候选人 对这个具体的政策 要签承诺书 比如说三个总统候选人 是 签这个反渗透法 台黑法的承诺书 然后呢 是要有法律后果的 是 然后这个承诺书里面 还要带着什么呢 还要带着 你要去努力 让你的代表的政党内 在立法院的立法委员 在多少时间内 比如说两年内 三年内 百分之五十以上 也要撑着 也要 就是要支持 这两个条款 然后就说 就是我刚才讲的 日落跟日出了 那么我们 有些事情是可以 就是说 哎呀 算了 为什么 因为法不极重 既往不救 但是 你总要有个指点吧 日落吧 然后有些事情 你不能不开始做 总要有个日出吧 所以就是说 这个总统候选人 其实我真的是 很想呼吁一个 这个运动 就是有这个体力的人 团体 就是说 这个让大家来签 这个反渗透法 跟排黑法的 这个承诺书 总统候选人 还有这个立法委员 候选人 那么 这个 这个一翻两顿眼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反侵略反渗透 这个已经是到了怎么 低到不能再低的标准了 你知道吗 是 那么然后排黑 如果懂得这个台湾的这个 政治经济生态的话 大家应该不会反对 我刚才讲的那句话了 就是台湾的民主法治 一直感觉上说 有一点冲不太过去的感觉 那中间当然排黑不是唯一的了 但是这是中间 我个人是觉得万事找源头 这个打蛇打七寸 我觉得这个排黑条款 如果能够像日本这样子 一过的话 我觉得 大家就可以 晚上就可以睡觉了 就是说 自动 自动 为什么 因为金流这是 最现实的 对不对 金流这是最现实的 就是你所讲的 这个黑商 包括黑金 这个四个综合体 完全错综复杂 合而为一体的一种 非常变色的一个政商团体 其实冲刺在台湾的环境里头 对 它那么多器官 它那么多器官是有一套系统 一套通路连起来的 学艺 所以你断它的血 断它的这个血管 就是这个筋流 没错 那它就 每个都自动 不得不瓦解 是 我非常谢谢范老师 当然了 蔡英文总统 说真的 还有八个月 甚至八加四 因为五二零宣誓就职 它足足 还有将近 几乎快接近 三百六十五天的时间 扣一扣是三百六十天的时间 如果按照范老师 去向蔡总统的一个喊话呢 这三件事情 其实如果不做 还是会诋毁 你过去所完成的重大的成就 真的一定要正视这样一个问题 我也难想 一时二鸟 这个蔡总统 既增加了 就是说 您现在的这个光环 成就 缺一脚 就是说 因为对于宝台 在国际上 这个是很明显的 这已经很明确了 但在内务 内政上 你缺一个脚 我觉得你就要 要两个脚 这是 然后呢 您又替您的 这个 您贵党的这个 候选人 事前搬掉了一个 他上任之后 施政的最大的障碍 对不对 施政的最大的障碍 这个其实不分党派 在对于这个内政方面 是不应该要有 所谓的歧见 对呀 蔡英文总统在外交 国法 在国际方面 可以创造这么多的一个成就 为什么唯独在内政方面 就是说如果 如果这个民进党 或者说蔡总统 或者赖副总统 现在不做这件事情的话 我这个是讲得很实在 就是说这个客观的讲 万一被国民党抢先做呢 抢先去承诺 万一被这个民众党抢先承诺了 也没有什么不好 是没有什么不好 因为这是一个法案 是他们需要的 所以我们现在是站在台湾的立场 在说话 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谈的 国家政府政党这三个层次 对不对 我们是站在国家的层次 希望有一个怎么样的政府 然后看哪一个党 能够来完成这件事情吧 对不对 这个结构一出来了之后 那台湾就游戏规则清楚了 人民选民脑子里这个逻辑清楚了 那就放开赛道 你三匹马五匹马 你就跑嘛 你就赛马嘛 对不对 是 观众朋友 你的一票 不是单纯在投票当天 1月13号投而已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我都可以发挥更积极的角色 一定要强力监督 谢谢范老师 谢谢 谢谢小金团plus 谢谢全球的华人 我们再会咯 拜拜 像现在我就比较少包粽子了 因为现在市面上的选择太多 尤其是我认识了香菇王之后 我觉得它粽子很棒 天鸡猪肉的口感非常好 它这个天鸡猪肉 它因为选择的部位非常好 所以吃起来不会很干涩 那另外就是它的香菇 因为它是日本原装进口的这个香菇 所以它的香气特别的足 我对它非常有信心 就是它的选材方面 不管是它的这个花生 或者它的栗子 一些小的虾米 这种小的部分 那个王总都经过了 很细心的去筛选 所以这所有的材料 结合在这一颗粽子里面 给这个粽子打100分 看到当年的周子鲁事件 或者说看到最近这么多瘦 包括跟耐心的 这个拍影片的这个影响事件 脱口秀 是已经是变成年轻人 尤其是黎明后 就是说两千年之后 出生的年轻人的一个生活方式 这个在中国这个算是 这个小的不能再小的 但是它的天注的基础 可能已经到了一亿人两亿人 文化现象 它跟一般的唱歌又不一样 因为唱歌你有抒情 对不对 你有欢乐 但脱口秀呢 其实要不乖 谢谢 我尽量直接点评 直接点评讲就好了 哈哈哈哈 是啊